那苏联 你再细细想想 那日去的路上 还有谁碰过这个药膏没有 再没有了 奴婢一路赶着送去 到了永和宫 就只有贤妃娘娘在那儿 奴婢送了药便回来了 是啊 那日苏联送了药来 贤妃娘娘陪臣妾坐了会儿也走了 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探视过臣妾 臣妾想起来了 那日贤妃娘娘 的确打开过这瓶药膏 没答应 本宫那天打开那盒药 是好心想帮你确认 是不是消肿去育的药 而且也是你让本宫留下来 帮你查看的 敢问贤妃一句 那日除了您 还有别的人有机会 触碰这瓶药膏吗 嫉妒之心人人有 贤妾也知道 自从承蒙皇上恩宠 便被人觊觎陷害 不曾想 那个人竟然是贤妃娘娘 没答应 本宫当日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 你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你要是这样污蔑本宫 本宫不知道该说什么 皇上 臣妾受子侮辱 贤妃脱不了干系 爱请皇上明昌 皇上 既然闹出这样的事情 又伤了没答应的容颜 臣妾不得不彻查了 且嫉妒是后宫嫔妃大罪 又这样暗中伤人 是后宫管教不严 乃是纯粹的罪过 皇后是有过失 但罪不在你 贤妃 无论是不是你做的 但总要问一问 这样你先回宫 本宫会让慎行司的 惊奇摸摸去问你 是 慎行司掌管着后宫的行御 上至嫔妃 下至宫人 只要是做错事 需要盘问 都要去哪里 自然你若是无事也罢 若是有事 也免不了 要去慎行司一趟 臣妾愿意去慎行司 以真清白 但请皇上明显 臣妾不曾做过 事情查查 总会清楚 但记得 不许逼问贤妃 不许伤她办好 那如何问得出 要是贤妃做的 自然会露出蛛丝马迹 惊奇摸摸 善于询问 他们不会被蒙蔽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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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不可能是姐姐做的 海岚 皇上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姐姐做的 你怎么来了 皇上 海长在来了好一会儿了 因为听见皇上在里头问话 所以一直在门口耗着 没有进来 海长在刚受了足伤 身子又不好 你们怎么也不拦着点 奴才实在是拦不住啊 海长在 你如何确定 不是贤妃做的 因为贤妃姐姐身上的香囊里 并没有白花丹 又怎么能够害人呢 没有白花丹 没有白花丹 启如 魏皇上 白花丹的颜色为青白色 正是深乎 应该是大血腾 研磨而成的粉末 这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 当日臣妾 看内务府送贤妃姐姐的香囊 针脚缝的粗糙 就打算拿回去重新缝制 怎知一看 内务府敷衍姐姐 送来的白花丹 橙色不佳是次等品 贤妃姐姐居住在延禧过 地冷偏僻 这些白花丹 怕是不顶用了 恰巧臣妾屋里有大血腾粉 功效跟白花丹是一样的 可以去尸弃通经络 所以臣妾便把大血腾粉 替代了白花丹 贤妃姐姐没有白花丹 又怎么能害人呢 既然大血腾 跟白花丹的功效一样 谁知是有毒还是无毒呢 皇上 大血腾无毒 不会毁坏容颜的 皇上 若您还是不相信 可以仔细一一清查 臣妾 臣妾倒是感谢内务府 藐视姐姐 倒让姐姐可以逃过一难 这帮混产 败高采低 怎么当采的 皇亲 吴徒彩在 替朕去查 正 贤妃你先坐下 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朕一定会细细再查 谢皇上 还常在 这平时看你不言不语的 没想到如今倒是勇气可嘉 回皇上 臣妾不是勇气可嘉 贤妃姐姐当日 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 臣妾 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 看来让你住进延禧宫 倒是让你们两个 好生照应了 皇上 这件事情 臣妾一定会彻查到底 以便肃清宫尾 以正刚计 这件事情 因贵妃而起 又差点蒙蔽了皇后 依朕看 这件事情交由贤妃去查 后宫的琐事繁忙 又到了年夏 皇后 还是安心其他事务吧 是 贤妃 这件事情 不论查出什么结果 都由你处置 是 启如 你看看梅大云的伤 应该留不下疤痕吧 皇上请安心 臣定会仔细医治的 亏了下的白花丹不多 用不了半个月 梅大云就会治好 断断不会留下什么疤痕的 海上在 你要仔细着自己的身子 好 贤妃 正会命太医 医治你的风寒 是 都下去吧 臣妾告退 你不怕了 我若一直这样趴下去 别人还没把我怎么样 我就把自己给逼死了 姐姐 你开解我的话 我都记下了 记得到延许宫来拿药吗 谢贤妆 在其忍耐 来的时候留心些 我懂 这件事情 虽由贵妃莽撞而起 没答应也交起了些 可你是皇后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就对贤妃起了疑心 朕知道后宫的事物繁杂 但凡事也得持一个公正之心哪 臣妾是看到没答应的脸 有些吓着了 贤妃又接二连三地 被搅到是非里去 所以才着急了 那些是非是贤妃自己 愿意搅进去的吗 你是朕的皇后 你是中宫 你坐这个位子只能稳 不能急 是臣妾做事毛躁了 不够稳重 以后一定加倍小心 朕晚上还有政务要忙 你先回去吧 是 皇后娘娘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请来吧 谢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脸色不佳 眼下实气反复 娘娘又注意阴体啊 天寒地冻 让人心肺彻凉啊 长春宫四季长春 恩眷永驻 皇上对娘娘是一片暖心哪 这贵妃毛躁 轻举妄动 逼得海长在 与贤妃联手 又打了没答应 连累了本宫 说起来也是奇怪 这没答应的脸 究竟是怎么回事 奴婢送去的药 定然是没有问题的 可若是贤妃与贵妃 都没有动手脚 那这事就太过蹊跷了 会不会是没答应自己动的手脚 不会吧 做嫔妃的 谁舍得往自己脸上做文章啊 不管是谁做的 这件事最后就是贤妃与王得礼 从前她做不成敌父亲 心里不知多怀恨哪 如今想与皇后娘娘分庭抗礼 也说不准啊 这回贤妃宫的事 皇上就对贤妃百般保全 今儿没答应的事 也是一味向着贤妃 但皇后娘娘怕什么 您是嫡妻 又有三公主和二阿哥 您的母族又是旺族 皇上敬您重您哪 你这嘴呀 怪不得皇上喜欢你 既然皇后娘娘心欲疏解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好 原本想见没答应的事 整肃一下后宫 不想却让皇上 觉得本宫不稳重 也是本宫不好 这胭脂盒是王公公出宫时得的 特意让我拿给你 这些东西我都有 老是私相授受受做什么 你可别再帮那个姓王的弟东西了 拿回去 这莲心和赵仪泰在那做什么呢 拿回去 娘娘有所不知 姑奶奶 是王亲托赵仪泰给莲心送东西来了 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王亲对莲心有意 嗯 这王亲是个可用的 是该好好笼络 可是 她终究不算个男人 否则莲心嫁给她 也算是般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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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